许多事情都可以获奖 偏偏大不公平 他接着提到前总统欧巴马在2009年意外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当年欧巴马刚就职不久 因为他加强国际外交和人际合作的努力获奖 川普说他们在欧巴马就任不久之后就颁给他和平奖 连他自己都不明白 俄罗斯涉嫌有组织的教唆以及包庇运动人使用禁药 世界反禁药组织发现俄罗斯在他提交的选手药物检验样本当中动了手脚 如果查证属实 俄罗斯恐怕会被全面禁止参加 包括明年东京奥运战略的国际比赛 请听下面组的报道 世界反禁药组织要求俄罗斯在三个礼拜内 对他提交的选手禁药检验采样数据被发现的破绽 提出合理解释 否则可能会被取消奥运以及世界锦标赛的参赛资格 他也会被禁止主办大型比赛 俄罗斯被指由国家主使让运动员使用禁药而被禁赛三年 去年平昌东运他被取消国家的参赛资格 俄罗斯选手必须以无国籍的身份参赛 今年一月俄罗斯拖延赛三 终于还是在世界反禁药组织规定的期限之后 提交选手检验样本和数据争取恢复参赛 不过世界反禁药组织学发现他还在骗 如果证明属实他不但无法恢复参赛 主份可能还会加重 俄罗斯恐怕无法参加明年东京奥运 以及2022年世界杯 俄罗斯当然有权上诉 最终可能要有体力仲裁法提定罗 世界前进锦标在本周末将在杜哈节目 国际前进总会昨天证实 在选择俄罗斯的修正作为之后 指定继续进展 终于希望记者夏明珠在台北报道 在关心今天早上收盘的美股 市场持续关注贸易大战和联准会降级的效应 美股今天在盘中震荡 中场收在平盘附近 道琼温和上扬14点 涨幅0.06% 收在26940点 标准普洱指数小跌0.29点 跌幅0.01% 收在2991点 纳萨克小跌5点 跌幅0.06% 收在8112点 而现在开盘的日韩股市 日经指数小涨26点 成为22105点 涨幅0.12% 至于韩国社会指数上涨1点 2093点 涨幅0.09%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解读您关心的新闻话题 早安,我是蓝轩 每一天的开始就从蓝轩时间 好,早安 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 蓝轩看世界 也跟您收看直播的朋友说声早安 好,今天在天气部分 在北台湾部分的话 还是蛮凉的 好,那大概这几天的天气 都是这样的状况 北部东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在今天会有决定的短暂震雨 OK,那当中 大台北的东南侧 跟宜兰地区 就是降雨会比较明显一点 这个降雨几率会高一些 那其他的地方 大概就是东南部 跟恒春半岛 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雨 好,所以这个大致 有关于今天 就是微凉 然后带有些微雨 这个天气状况 但除了这个部分 包括北台湾的气温 当然也是比较低一点 21到24度 那其实是还蛮舒服的 那但是东南部地区 还是有高温 这高温大概31度到32度左右 那比较要特别注意的是 日夜温差大 目前看起来的话 大概还是有高温特报 但是高温特报 已经非常局限了 到只有台东线 连续两天了 都只有台东线 只有在日震当中的时候 会有到36度左右 那其他的部分 都慢慢慢慢的 都往下滑了 所以初秋的气氛 已经还蛮明显的了 好,那所以在中南部地区 最主要是温差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北部地区的话 就出现微凉的一个天气情形 好,那像这个情况 秋高气爽 大概是两天左右的状况 到礼拜四之后 会开始水气比较再多一点 就是降雨距离会再高一点 所以把握这一两天 或者在中午的前后 出去吃饭的时候 可能可以出去走走 还蛮舒服的 好,那除了天气部分 秋高气爽 但是要稍微注意 中南部地区的话 空气品质还蛮差的 所以如果要出门的时候 可能不只是戴口罩而已 这个可能敏感族群的朋友 稍微注意 好,那所以今天要特别注意的是 有关于在中部的空品区 靠近山区会有红色警示 那高频地区说是位于 尾流的若峰区 所以也是红色警示 那所以等于就是中部空品区 跟高频地区 今天都到了红色的警戒的状况 那另外呢 橘色提醒有蛮多的地方 大概来说是中部地区 还有云嘉南 还有金门、马祖、澎湖 这些外岛地区 还有竹苗地区的局部地区 也会有橘色提醒 好,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显示出来 今天的空气品质 从竹苗以南 其实都不太好 那尤其是呢 中南部里面 这个包括呢 高频地区吧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是真的 从我看到的 实在是太多了 就不要一个一个念了 从家一开始往下 没有更前面 珠山 从竹山开始 就南头的竹山 抖六是云林的抖六 开始往下啊 那到高频地区 目前就已经很多地方 都是橘色提醒了 好,所以呢 出门的朋友说 稍微要注意一下啊 如果是敏感族群的话 要特别注意 今天空气品质呢 因为呢 就是在被风处 而且呢 是在弱风区 那所以呢 空气品质就扩散不了 就是还蛮糟糕的 OK好 所以呢 这大致看起来 是有关于今天的天气 空气相关讯息提供 好 那么来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 还有降雨几率 OK好 我们看到呢 是在北部地区啊 这个是21到29度啊 这个降雨几率0到30% 中部地区22到32度 降雨几率0到10% 南部地区21到32度 降雨几率0到10% 好 在东半部地区呢 宜兰23到28度 降雨几率30% 花东22到29度 降雨几率20% 外岛地区23到31度 降雨几率0 好 所以呢 这些是跟天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好 那看完天气以后 一样接下来看的是呢 欧美股市啊 在昨天相关的表现 目前看起来是涨跌互渐 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啊 欧洲公布了一些呢 蛮糟糕的这个经济的状况 好的相关数字 所以呢 欧股几乎都是跌的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好 在美国呢 道琼供应指数涨 涨了14.89点 收在26,949.99点 涨幅是0.06% NASA指数下跌 小跌了5.21点 收在8,112.46点 跌幅是 也是0.06% 那S&P500呢 跌了0.01% 另外呢 费城半导体涨了0.96% 好 所以呢 那就是涨跌互渐的美国股市 那欧洲股市啊 三大指数呢 都是下跌 法国的指数下跌了1.05% 德国下跌1.01% 另外呢 英国金融时报指数呢 下跌了1.0.26% 好 那这个欧美股市 我们刚刚讲到了 其实在美国部分啊 看起来呢 其消息跟一些经济数字还不错 比起欧洲来看啊 我们先讲一下欧洲好了 欧洲在今天呢 是比较受到关注的啊 因为他们公布了 目前看起来是有两个啊 这相关的一些经济数字 一个数字呢 是由这个 HIS Market所公布的 欧元区的 综合的采购经济人指数 从8月份的51.9呢 滑落到9月份的50.4 所以已经在融库值 微微的上面一点点而已啊 那但是重点在于说呢 这样这个滑落呢 是已经 掉到了6年以来的新低点啊 那这个是一个相关的指数 那另外一个指数呢 是来自于的FactSet 他们所调查的 那这个部分呢 是由经济学家来进行相关的预估 那看到的呢 状况下来的更糟糕 它是从 上个月的47啊 掉到呢 这个月的45.6 那所以本来就是在融库值以下 那现在下更多了啊 那这个部分看起来呢 是83个月以来的低点啊 大概是7年多来的低点 好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显示出来的是啊 这个嗯 欧洲啊 他们相关的一些经济活动 跟产业活动呢 目前都在萎缩当中啊 那尤其是这个萎缩的状况 似乎呢 是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呢 不断的往下走 好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欧洲央行的总裁啊 这个德拉吉 在昨天呢 在欧洲议会里面呢 算是他在10月底 把他任期到10月底啊 10月底前的最后一次背询 他谈到呢 有关于啊 这个整个欧洲的状况 呃 缺乏明显的经济复苏的迹象啊 所以听起来呢 是还蛮不乐观的啊 那这个说法里面呢 呃 更提到的是啊 就是说 他们在第三季啊 几乎是一个零成长的局面啊 那整个的情形呢 呃 看起来未来几个月呢 面临经济萎缩的风险 而甚至呢 目前看起来是制造业为主嘛 那其实欧元区一直在服务业部分的话呢 都比较不受影响 服务业啊 包括观光旅游啊 等等啊 都还算是呃 蛮精致的服务 但是现在呢 有开始蔓延到服务业 这样的趋势了啊 所以呢 德拉吉呢 在背询的时候 谈起来似乎啊 觉得还蛮忧心的 他特别提到说的 希望啊 这个欧洲各个国家呢 能够尽快的来采取一些 新的支出的措施啊 听起来就比较是属于 呃 一些建设啦 这个支出啦 能够刺激内需 否则的话呢 呃 如果不维持增长 他们担心 呃 原本还算是有任性的服务业啊 会受到制造业 不断的萎靡之后 会扩散到其他行业 也因此就从制造业 扩散到服务业去啊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今天看到呢 在欧元区啊 相关的呃 经济萎缩的情况啊 在第三季 几乎呢 他们的经济成长率是挂零 而且呢 一些相关的指数都显示出来 那他们呢 是在融库值以下啊 这样的一个局面 好 那所以呢 这个呃 就是也 因此呢 在欧洲啊 包括这些国家都影响到了 包括连一些油价了 跟美国呢 也受到了欧洲啊 这个相关数字啊 比较不乐观的影响 好 不过 对美国来说的话呢 数字其实还是还不错的啊 那所以呢 就是目前美国 呃 除了他们的总统啊 不断的发起呢 贸易战 关税战之外啊 他们自己呢 心里面比较有点点底啊 比较算是 底气比较强的地方 那因为呢 他们一些相关的数字 看起来呢 都还算是啊 稳健 而且甚至可以说是 还蛮乐观的 那所以呢 像是在九月份啊 这个Market的制造业的 PMI指数啊 看起来预期是在50.3 那初值爆出来的话呢 是51 那九月份啊 这个服务业的部分啊 预期是51.5 那爆出来的是50.9啊 制造业比表现来的好 那服务业反而比预估的来的差一点点 但是这只是初值要看最后了啊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看起来 美国的经济数字还算是OK 那当然呢 在支撑在昨天啊 这个涨跌互建的另外的比较好的消息啊 其实是 虽然在前一天我们看到了在昨天的消息啊 包括了说 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 他们可能本来说要去参访什么农场啊 等关系农产品的啦 或者打道回府了 那包括呢 这个川普讲到说他可能不要一个局部性的协议 还有全面性的协议 都让这个中美的负团十月份 看起来似乎遭逢到了相当的压力 不过在口头上 在口头上我们今天看到的消息是 双方都还是蛮乐观的说 十月份的贸易谈判呢 会继续进行 而且呢都还是希望能够往比较好的方向进行 所以呢 中国大陆方面又采购了60万吨的美国的大豆 我给我们休息了再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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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美国方面来的消息 好 那就欧洲来看 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 针对他们相关的制造业的指数 下滑的最主要的消息 是受到关注的 另外的话 还有的消息是 一个比较是个别的公司 这是一个最老牌 就是全世界 最老牌的一家旅行社 叫做Thomas Cook 开业了多少年 178年 你去想想178年的人的旅行的状况 是怎么样子 应该跟现在的局面很不一样吧 好 那讲到说 整个开业了178年 不敌这个时代的洪流了 所以他们宣布倒闭 总共目前说有50到60万人 受困于海外 那所以意思就是 第一个他破产倒闭 然后他的员工 包括有2万多人 那有跟他合作的 有6000多家的饭店 所以都会受到影响 是第一个 就经营面来说 第二个 显然这个老字号 是非常受到大家的青睐的 是有信誉 保证有五六十万人 都在他的旅行的安排底下 目前正在国外旅行 所以这五六十万人 受困于海外 而且目前必须要进行 紧急的一些相关的调度 研究等等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照片 是很多的一些欧洲 这些旅客排的大队的长龙 不过还蛮特别的是 如果是我们的话 应该是已经抱怨抗议到爆了 对不对 目前看起来他们似乎还可以 不晓得是不是先有一些消息 来进行相关的通报 所以这是来自于欧洲 这个部分比较受到注意的企业的消息 最老的品牌178年的旅行社 他倒闭了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 这家旅行车倒闭之后 其他的旅行社 相关的旅行业的观光类鼓上扬 现在他们认为说 那这样的话可以接到生意吧 接到单 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 是来自于欧洲 这个相关的一些消息 好 那最后来看油价 这个油价在昨天 还是一样持续的上扬的 所以显示出来的是中东的局势 还是没有完全的平息 我们先看在纽约部分 纽约部分的话 是上涨0.95% 收在每一桶58.64块钱美金 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0.2% 收在每一桶64.41块钱美金 所以目前的局势 看起来还是美方继续的增兵中 然后下令财政部要大幅度的去增加 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中 然后对于伊朗部分的话 当然目前是按兵不动 那再来的话呢 是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不断的 想办法去调度他们的原油 因为目前说 原本是说 在月底之前 就可以完全修复完毕的炼油厂 目前呢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导也好 其他的这个 算是炼油厂的高层 所传出来的消息也好 都不如沙烏地阿拉伯的官方 讲的那么的顺利 那么的快速 那在这个炼油厂的说法里面 大概至少要十个礼拜 那就两个多月的时间 才可能这个恢复正常 那在华尔街日报的报导当中 讲到可能要更多 要数个月呢 才可能完全恢复运作 OK 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产能是不是受到影响 我想这个对于油价来说 是直接的一个影响的因素 好 那所以第一个就是 它的军事冲突状况 到底 因为我们刚讲的 就算美国按兵不动 但是呢 伊朗方面 或是说叶门方面 也发出来说 不排除下一步的攻击 我想这是为什么 它的局势还在那个地方 但是呢 再来一个就是产能的部分 是什么时候才真的是 完全可以恢复 而且可以让大家放心 那但是呢 当然还是有一点点好消息的 那就是呢 因为目前联合国大会正在进行中 那这个进行中 预料 这个伊朗 就是有关伊朗 伊朗 发动攻击这件事情 会受到讨论 所以就在这样的气氛的前夕呢 伊朗呢 宣布释放 扣押的英国邮轮 那这个邮轮呢 是在几个月以前了 这个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因为呢 这个英国方面说 这个 它们 就是说 伊朗的原油 它们卖给了叙利亚 因为它们认为叙利亚 因为它们认为叙利亚 是一个不人道的政府 所以呢 违反了它们之间的默契 所以呢 等于是扣押了伊朗的原油 游轮 那所以伊朗呢 就以扣押英国的游轮作为报复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是这样的一个双方的关系 那现在伊朗呢 在这个当口上 它释放了扣押的英国游轮 所以呢 看起来应该是希望能够在 联合国大会讨论相关话题的时候 释放出相关的善意 也希望能够降低 这样的敌对对峙的局面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是来自于呢 油价以及中东部分呢 最新的消息 好 那 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我们看到呢 还有一些相关的消息 那就是 虽然这个中美之间看起来 还是这个希望十月份的赴台 是继续进行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相关的 事情正在进行中了 那看起来中方释出的 讯息善意还不错 包括呢 它们跟美国的一些投资 是增加的 是增加的 包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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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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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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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方面 当中 有关的消息 那另外的话呢 是联合报 他们做了一个呢 这个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 这个部分呢 倒蛮值得关心的 因为是任何 就是长期的持续性的 在做观察的调查 我觉得都还蛮值得啊 大家来做参考的 有关两岸关系的话呢 陆委会是有一份呢 非常完整的调查 几十年下来 每一年都进行相关的调查 针对同样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趋势 所以包括台湾呢 希望呢七成左右维持现状 都是来自于那边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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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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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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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看一看 杨栋梁 杨栋梁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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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